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雅逸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李卫华董事长的每日专栏 联邦利率下降 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周三之董事会中仍然未能降息 不过主席鲍威尔强烈暗示在9月份的会议中 有可能降息 去年一年之中之利息是过去20年来最高的 大家怨声载道 自从疫情以来 大家都期盼中央银行可以降息来促进经济发展 购买住宅是消费者最大支支出项目 为了避免高利率贷款 购房者必须多缴付首付款来减轻每月之负担 这两年来高利率已经严重影响了房地产的市场 鲍威尔主席坚持他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降息 虽然在9月中旬召开至连准会议中将会首次降息 此举对11月份之大选将会对民主党有利 今天中央银行面临许多进退两难之窘境 除非经济停滞 通膨下降才可能降低利率 如果要释放利多激励经济上扬 才会对民主党大选中有利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9月之利率下降了